1月25日至28日 2024年香港年度宠物节在香港会展中心拉开帷幕 此届宠物节有超过200个参展商 650多个展位 展览汇聚了世界知名宠物食品和用品品牌 香港宠物节不仅在展会装饰上营造了中国农历新年的氛围 展商在宠物服饰和配饰的设计上 也巧妙地融入了具有新年特色的元素 因为现在临近新年 我们就设计了很多新年款 因为今年农年 我们这个就有农袍和凤凰袍 一个男女装 随着宠物行业的不断发展 市场上的宠物食品用品种类越来越丰富 同时也更加注重便捷性和健康性 在今年的香港宠物节上 各种新形态的宠物食品用品 吸引了不少参观者的关注 这个是一个台湾品牌的宠物车 它是做到一秒收接的 它是一个台湾设计师 做了十几二十年的一个婴儿车 它现在看到香港或者整个宠物界 宠物车不是比较轻便或者方便 就以婴儿车的概念放入宠物车里 我们的整个店都是人手香港制造的 我们现在新推出了一个宠物食的炮谷 它用新鲜的美国椰子油加粟米爆出来 另外我们会加一个自家製的保健份 令到它的营养更加好 本届香港宠物节首次举办了全港首个 同时也是全球最权威的IBC国际斗鱼组织 斗鱼香港国际展览赛 会展示斗鱼怎样斗鱼 其实现在我们每个缸都会隔着纸 为什么要隔着纸呢 因为其实如果我们一开始它们才会剪开 才会鼓气抛筛 你转头看到对方就会抹开了 我们平分的时候我们才会在这个状态去做 其实我们有分每个品种 每个品种再细分每个品种里面的颜色 每一条豆鱼入到墙才是100分 我们会每一个部分 预期的部分 我们会找一些瑕疵位去扣分 扣得分最少那三条 我们就会在这里排名词 1 2 3 1 3 2 3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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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9 9